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SageMaker的第16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集成训练模型到咱们的Vive用程序 咱们呢,已经训练好了一个SageMaker的猫狗识别模型,对吧 然后呢,咱们成功部署到了咱们AWS的终端节点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编写一个Vive用程序 去引用咱们这个训练好的AI模型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集成训练模型到咱们的Vive应用程序 显少序,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画面演示 我呢,本地已经启动了服务 咱们呢,先访问一下 是这样啊,今天咱们的架构模型是 小马呢,在本地开发了一个Vive用程序 然后呢,直接去连到AWS的SageMaker的终端节点 使用它的AI模型 让咱们马上确认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让咱们进入 大家请看 我呢,在本地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 叫做宠物专家猫狗大预测 咱们呢,就预测一下 该怎么预测 咱们比如说找一个猫的图片 好吧 大家请看 有这么多可爱的猫的图片 咱们呢,随便选择一张 咱们就来这张好了 这张有点小是吧 咱们找大一点的 找只大猫 OK 这个是大猫 但是好像背景有点水文 是吧 没关系 应该可以运行 咱们呢,把它保存到本地 我呢,就把它放到咱们当前 SageMakerLesson的文件夹项 它的扩展名必须是JPJ 不行,这还不能用 这是WebP 是这样 我现在编的程序 咱们现在目前啊 这个扩展名只认JPJ 咱们看这张是不是JPJ 保存一下 OK 这张是JPJ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通过 咱们用程序去打开 这个猫的图片 咱们找到刚刚下载的 这张小可爱 是吧 把它上载上来 看起来 没有问题 是这样啊 小马啊 猫也喜欢 狗也喜欢 好 咱们选择开始预测 够 大家请看 咱们调用的是 AWS端的 SageMaker的终端阶段 成功的预测出了 这是一只猫 没有问题吧 咱们再找一张 再来这张好了 这张还是有点水印 但是没关系 做一个尝试 看它的扩展名 OK JPJ 没有问题 咱们再做一个尝试 选择到刚才下载的这只猫 应该是这一只 好吧 上载上来 好的 咱们再次预测 加水印了 看能否预测成功 够 这是一只猫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OK 这还不算完 咱们再预测两只狗 好吧 咱们再预测点狗啊 好 咱们 这狗太吓人了 咱们找只狗 咱们找只全神了 好吧 就这只吧 典型一看就是狗嘛 对吧 但是它背景是PNG 咱们还不能用 咱们现在只能接受背景是JPJ 看这张行不行 保存一下 扩展名JPJ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就预测它一下 看它到底是什么 好 咱们做一个尝试 就是这个图片 是吧 上载上来 OK 进行预测 Let's go 这是一只狗 没有问题 大家看看 97%的几率 它是一只狗 大家看看 这个呢 就是咱们通过SageMaker 预测 并且发布的AI模型 咱们呢 可以成功的集成到 咱们外面用程序当中 并且呢 成功的预测准确 那么该怎么做呢 咱们今天呢 有三个工作要做 首先 咱们在本地初始化 一个Python的开发环境 安装依赖包 小马今天呢 从零开始给大家集成 然后呢 咱们编写Streamlet代码 集成SageMaker 训练好的预测模型 然后呢 咱们做动作确认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就给您演示一下 如何集成SageMaker 已经部署好的终端节点哦 这也是这么уем的 只要